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 今天我们节目继续来看 连生法王卢盛宴 主持史上最盛大的 大幻化王金刚大法会 五万人的盛况灌顶 灌顶过后 弟子们分批也去做 阿达尔玛国大幻化王金刚弹城的绕塔 弹城内的文物百尊 除了建造的庄严 凡是进入礼拜 可以灭罪消灾 所以大幻化王立体弹城 又称为建极解脱弹城 这一次的阿达尔玛国大幻化王大法会 很多弟子也拍出了奇特的照片 就仿佛是本初佛 大幻化王金刚所画出的 千百亿化灰光 千百亿化灰光 这一次大幻化王金刚的大法会 是宗教与艺术的结合 因为有连庙金刚上师的铺墨画作 还有幽人神谷艺术团体 精彩演出大幻化王金刚 这是世界唯一的创决 气势磅礴 获得满堂喝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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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连生法王卢盛雁 也现场随机绣了一段神鼓表演 我们的连生法王卢盛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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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一个充满法喜 充满福分的夜晚 感谢法王 我要唱歌吗 我们的连生法王 法王说我是要唱三味歌 南无阿弥陀佛 一起唱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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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这一场法会下来 您有什么感想呢 并且每周日在彩虹雷藏寺 主持护魔法会 5月10日 主尊式大自在网佛 法人殊胜 欢迎您报名参加 以及收看西雅浦雷藏寺 网络直播 详情请电 049-2312-992 单独自己一个人 有时我们会自问自答吗 可是您知道 一个修行成就的人 当他一个人自问自答 是说些什么 解答了什么呢 我们看谁 最快有抢先阅读的心得 卢善雁文集最新著作 自己与自己聊天 详情请电 049-2312-992 给你点上新灯 节目这个阶段 我们再来看的是 在2015年4月12日 由新竹福佑雷藏寺主办 恭请联申法王卢盛宴 主持法会 传授欺福神大法 法会人潮满满 吉祥法喜 而到底什么是欺福神呢 我们就先来看联申法王卢盛宴 在当天的传法开示 我先敬礼传承主持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家正空上司 敬礼十六四大法王卡玛巴 敬礼图灯大吉上司 敬礼坦承三宝 敬礼法会主身 祈福神 慧彼西 敬礼一撒门天 宴财天 福祿寿 寿老人 大黑天 布袋和尚 师母 图灯西地 仁波切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盟 还有网路上的同盟 大家晚安 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 感谢所有的贵宾 还有所有的同盟 在新竹 这个别开生面 来办了一次法会 那么这个法会也很特别 在台湾绝对没有人办过 是日本欺负神的法会 日本欺负神的法会 我们这里有日本上师 这个池川闽南 我当时是罗卡兹伊古 我当时是台湾 台湾 在西亚特鲁 他过来说什么 讲一个日文 罗卡兹伊古 是我的日本名字 这个日本名字呢 圣燕是非常 日本人用圣燕两个字 是非常 很多的 很多用圣燕两个字 我转世过很多事 有一次的名字叫做 Omoni Taro Omoni Taro 这个过气式 过气式的一个名字 现在是罗卡兹伊古 这个也是日本名字 这个也是日本名字 因为那个时候啊 在日记时代 他们很想战争能够 二次大战能够胜利 那我的父亲呢 就生了一个儿子 那就是我了 然后他就请教一个日本人的大学校长 他说这个孩子起名字叫什么吗 他就叫做 卡兹伊古 圣燕 意思是讲日本要胜利的意思 就叫圣燕 这个父亲给的名字不能随便改 罗卡兹伊古 卢圣燕 就是我的名字 那今天跟日本 其实祈福神 跟日本的关联不大 毕竟啊 佛教啊 是从印度 传到中国 再从中国 传到韩国 再从韩国 传到日本 那么佛教里面的很多的神 很多的佛 甚至菩萨 都一样的 全部都移到日本 全部都是移到日本去 移到西藏的 就叫西藏佛教 移到中国的 就叫中国佛教 移到韩国的 格里亚就是韩国的佛教 移到日本的 就变成日本佛教 其实 这七佛神当中 只有一位 慧彼西 慧彼西 这一位呢 是属于日本 日本本身的土地公 他是真正日本土 本土的土地公 这个 一般 一般人比较不认识 其他的六位 都是属于中国的 中国的神 我们现在就讲神好了 第一个慧彼西呢 他是日本的 那再来呢 辩财天 就是我们的妙音天 也叫做 这个 妙音天 辩财天 还有财艺天 都属于 七佛神当中的一位 一位 唯一的女性 唯一的女性 是辩财天 那再来 辩财门天 就是中国的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 其中的一个天 叫北方都闻天王 就是辩财门天 辩财门天 这样就三位了 那第四位 就是葫芦兽 我们在台湾讲 葫芦兽 是三个神 他们合起来 葫芦兽 就是一个神 就像南极先翁 南极先翁的像 是南极先翁的像 一个就是兽老人 其实就是中国的老子 老子是道家的祖师 很高 地位很高 道家的祖师也 所谓的太上老金 严始天尊 通天教主 就是道教的三位祖师也 其中的一个变成 日本的欺负神当中的一位 就是兽老人 他是老子 他是老子 再来一个大黑天 大黑天就是西藏命中 Mahakara 我们这次以大黑天的Mahakara 的咒作为诅咒 以他的手印当为主要的手印 那就是Mahakara 大黑天 在西藏的大黑天 是很凶恶的金刚神 但在日本呢 变成很慈祥的 一位拿着这个Hama 拿着Hama的 的这个欺负神 Hama是什么意思 他是越敲越有钱 越敲越有钱 越敲他越有钱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布袋和尚 其实布袋和尚 就是弥勒菩萨的法身 弥勒菩萨的法身 布袋和尚就变成日本的欺负神 当中的一位 这个布袋和尚 肚子大大的 布袋和尚 笑容满面的 有的中国的布袋和尚 在他身上爬了很多的小孩子 其实他就是弥勒菩萨 所以这七福神的组织啊 讲起来 其实一个会比须 会比受会比须 在顶上 他是唯一的日本的福神 其他的七个福神 其他六个福神 全部是中国移民过去的 所以依照国教 道家 道教 其实是融合在一起 中国 道家 道教 没有国教 是融合在一起 就变成中国 国教 那么接下来 我们俗语法师徒 征国中 我们征国中是融合 道教 险教 跟密教 三个合起来 所以道 险 密 三个合起来 所以我们也做这个 日本的这个七福神的宝贵 就是在台湾 是 number one number one number one story 不知道 story 没有比的 中文联系 就是这一次七福神 法会以后 以后再也没有 没有可能 那 这个是首创 首创 是一个创集 创集 今天有人问我 就是那个记者问 这个佛教 大部分来讲是讲初世 因为佛教本身来讲最后就是讲初世 入山初世 出家当合赛 当比丘民 比丘比丘 都是初世 那么 那么 这个在家都是 幽国赛 幽国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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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初世 他们主要 是要 勋行 成为 国 幽 佛 � туда 那么 所以 都是讲初世的比较多 今天为什么卢士尊讲入世的呢 这不是有点矛盾吗 所以我的回答是这样 佛教有讲入世 也有讲出世 释迦强里佛阳也有讲入世 入世的叫做不良意境 这个经典是不良意境 出世的叫做良意境 叫良意的经典 我们出世的这个财是不一样的 那个叫做化财 化财是性财 你相信了 佛教就表示你得到一种财 这种财叫性财 你相信了佛教以后呢 你所借财 这个财就叫借财 你所借财 得到的财叫借财 你忏悔过去 这个也叫做财 那叫做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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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悔过了 重新再来 那叫做财 那叫做财 你啊 你听到佛法 就是文财 你做了物诗功德 就叫做私财 你有了佛的智慧 你有了佛的智慧 就叫做财慈 这个叫做七种的寡慈 出自于寡慈 佛教的寡慈 也有所谓的寡慈 那么呢 求人间的福报 是为止 是在修知良法 修知良法 让大家先有知良 先有福分 先身体健康 先长寿 另外呢 先有艺术 先有莫茶 嘴巴 便财天 就是妥财 艺术 先有音业 都可以度化众生 有钱 可以度化众生 有不问 可以度化众生 有健康的身体 可以度化众生 有长寿 健康 都可以度化众生 这就是祈福神的意义在这里 先入室 必后再出室 所以叫做知良大 家庭大 家庭大 建立大 另外修行大 救济大 其实佛法的修行有五个结体 第一个是知良大 在七屠神管辖之内 全部叫做知良大 所以道理是在这里 那么这个 七屠神怎么修啊 你要教我们修法 我告诉你 师尊在雷藏寺 昨天在雷藏寺说法的时候 昨天晚上在雷藏寺说法 我讲一个很重要的道 第一个叫做纳气 经常你懂的 呼吸吐纳的方法 你身体就会健康 叫做纳气 一个叫做电力 就是你能够把这个 能够有精神饱满 你身上的昏密物 在一直增长 就是荷尔寺 一直增长 你就能够得到健康跟长寿 健康跟长寿 这是厌密的方法 第三个 就是叫做能够有精神饱满 这个必须要的 这个必须要的 叫做手精 手精 这个就是道家所谓的精 气跟神 用这三个东西 然后以气的意念的逆转 气的意念的逆转 来使你的顶上的水下降 底下的火上升 水火能够交流 就是精气神 三则合一 则化为真正的 所谓阳刚的灵魂 这是一个道理 但是这个道理必须要由禅定来结合起来 那基督神怎么修法呢 你的所谓仍然是大黑天的所谓 持咒 仍然做 这个持咒的观想 就是这个持咒 就是大黑天的咒 咒为 他们的统咒 总合起来的咒 大概 奉 牙ska 马哈巴拉尼亚所谓 另外还有一种很重要的道理 在密教教教的观想 密教教的观想 那么这个道家就叫存思 是 存 存 存 做 你的 失 念 存 做 你的 失 念 密教 叫 关 下 下 下 其实 道家族 叫 做 存 失 存 失 你要 把 密理器 关 在 你的 头 顶 下 就是 日本 的 土 地 日本 的 土 地 关 在 头 顶 下 下 我们 不管 你 修 道 或 学 国 你要 知道 有 所 谓 三 情 三 五